大家好,从这节课开始,我将带大家使用react,结合redux,重新的编写to-do list这个功能。 之前我们编写to-do list的时候没有用任何的页面布局,所以看起来比较不美观。 这节课呢,我带着大家使用unt-design这个react的UI框架,迅速的搭建一个比较漂亮美观的页面布局。 首先我们打开之前我们的代码,在这里面我已经把没用的代码全都删除掉了,目录下只有一个index.js这样的入口文件,它呢去引入一个to-do list这样的组件。 所以首先我要去创建这样的一个组件,我创建一个文件,名字叫做to-do list.js,然后我们继续来写importreact.js. component.j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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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js.js. 一定记得要ExportDefaultToDoList, 这里一定要有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就是Render, Return一个DIV, 我们写一个Hello World, 保存, 我们回到浏览器刷信一下, Hello World会被正常的显示出来, 那接下来我要做一个ToDoList这样的页面布局,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Return的UI框架, 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我们搜索一下AntDesignANTD, 进入到AntDesign的官网, 左侧有一个开始使用, 我们点击, 这就是AntDesign的一个官网, 它是一个Return的UI组件库, 可以迅速地帮我们构建一些基础的页面样式, 想要使用它, 我们往下翻, 你需要通过Return来对AntDesign进行一个安装, 所以我们先来按一下, 回到桌面, 我们打开终端, 停止一下服务器, 运行ReturnAddANTD回车, 我们稍等, 我们看啊, 当你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应该如何使用这个AntDesign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首先你要引入样式, 我们把这句代码复制一下, 这个时候它还在继续安装, 我们先等待它一会儿啊, OK, 安装结束了, 我们能重启一下服务器, 好, Hello World出来了, 那么我们希望使用AntDesign这个库, 怎么用呢, 回到代码里, 首先我们在这儿, 引入一个AntDesign的CSS样式文件, 接着呢, 我们需要使用什么组件, 我们就引入什么组件, 来看, 首先做一个To-Do List这样的功能, 我们先要写一个Input框, 所以在这儿, 我可以先让它return一个大口号, 中间呢, 我们就可以写比较多的内容了, 最外层我写一个DIV, 好, 这个区域呢, 我希望它展示一个Input的框, 以前我们都这么去写, 这种框呢就比较丑了, AntDesign这个库里啊, 集成了一些比较漂亮的, 带有样式的一些基础组件, 那么我们打开AntDesign的官网, 我们可以搜索一个组件, 名字叫做Input, 在这儿来看, 点开这个Input,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 很漂亮的Input输入框的形式, 我们呢, 去使用这个最基础的Input框就可以了, 在这儿怎么使用呢, 在这儿来看, 右下角有一个收购的按钮,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它会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去使用这个, AntDesign里面的这个组件, 首先它说你要把Input这个组件, 从AntDesign里面引入进来, 所以呢, 我们就引一下, 复制这条代码, 到我们的页面上粘贴, 然后, 我们直接去使用这个, Input的组件就行了, 当然, 它可以接受一个Placeholder, 可以写一个ToDoInfo保存, 到页面上,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效果, 刷一下, 它呢, 会报一个错误, 我们看啊, 现在它正在打包, 好, 打包结束了, 我们再来看, 哎, ToDoInfo就显示在页面上, 这个时候, ToDoInfo呢, 长得是比较漂亮的, 当然呢, 因为我把它放大了, 所以大家看起来呢, 可能并不是特别好看, 那么我们呢, 就先这样, 我们可以把它先缩小一点吧, 缩小到正常的尺寸, 然后呢, 我们看如何把它放大吧, 这里还没法做特别大的调整, 好吧, 这个时候, 我到这个Input的框上面, 给它来一个Steal, 去修改一下它的默认样式, 我把它的YS设置成, 300保存, 当然呢, 你也可以写成300px, 保存, 回到页面上, 我们再放大, 这个时候效果可能稍微好一点,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Input框, 还带有边角, 然后呢, 我们右侧希望显示一个提交按钮, 提交按钮呢, 我们也可以到OnDesign里面去找一个,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搜索Button, 我们在左侧这个列表栏里, 去找一个Button啊, soButton, 好,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Button按钮, Button按钮怎么使用呢, 很多使用的形式, 有Primary, Default, Dash, Danger这样的形式, 我们使用Primary这种样式的按钮, 怎么用呢, 一样的, 点击, 收扣的, 就能看到它对应的按钮的一些代码, 首先你要引入Button, 我把Button先引入到我们的主项之中, 然后呢, 我要使用我们的Button, 在哪使用呢, 在Input框的右边去写一个Button, 这个Button呢, 我们可以超过来, Button, 我们给它一个类型, 叫做Primary, 这样的话, 它就是一个蓝点白字的按钮了, 复制, 粘贴到这儿, 当然, 我这里呢, 就不叫Primary了, 我叫提交, 然后保存, 再到页面下,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 Input框, Button都有了, 那可能之间呢, 你想有一个间距, 也很简单, 怎么做呢, 你可以这样做, 给这个Input框来一个右间距, 这么去写, Margin, Write, 网号, 10px, 保存, 回到页面, OK, 有个实像素的一个间距了, 当然Input框呢, 你希望它距离上面, 还有距离左面呢, 都有一个实像素的边距, 怎么写呢, 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这样啊, 在最外层的DIV上面, 写一个Stile, 等于, Margin, Top, 10px, Margin, Left, 10px, 保存,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刷, 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Input框就比较像样子了, 下面呢, 我希望它显示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呢, 我们也可以用AuntDesign的一个组件来实现, 我们到AuntDesign的官网去搜索一个名字叫做List的列表像, 点开这个列表,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列表呢, 其实就已经挺漂亮的了, 当然呢, 它还有很多更漂亮的样式, 我们呢, 现在先不着急使用它, 我们就使用一个简单的就可以, 这块我们使用一个最基础的列表吧, 我们点开这个ShowCode, 大家可以看到啊, Data里面, 是列表中要显示的数据, 我们呢, 可以把Data先复制出来, 粘贴到哪呢, 粘贴到我的这个组件的外部, 让它成为一个全局的数据, 接着, 我们回过来看一下, 如果你要渲染列表该怎么渲染, 你要引入List这个组件, 所以我在我的页面上去引入List这个组件, 没问题, 接着我就要用这个List的组件了, 好, 怎么去用呢, 我们只需要把List对应的这段代码抄下来就可以, 复制, 粘贴到我的这个位置, 这块呢, 就是一个List的组件, 它呢, 就自带了很漂亮的样式, Header, Footer, 目前来说我们没有, Border的指的是这个列表需不需要有边框, 我们先让它有, DataSource指的是, 这个列表到底要渲染什么内容, 我们渲染的呢, 就是这个Data里面的数据, 所以呢, 这里就填一个Data就可以了, 那怎么渲染,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Data里面的每一项数据, 都会调用RenderItem里面的这个函数进行渲染, 我把每一条数据渲染成一个List.item这样的一个小组件, 数据的内容呢, 就是Data里面每一项数据的内容, 你呢, 只需要照着它这么来写就可以了,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上,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相对还比较漂亮的一个TodoList, 当然呢, 我们还要对这个样式进行微调, 怎么微调呢, 我们来稍微改一下吧, 我们给List加一个State等于MarginTop10px, 顺带着我们让它的Y字变成300px, 保存, 回到页面刷新, 这样的话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TodoList, 好, 看起来比以前要好看一些, 那你也可以让它再稍微宽一点, 自己呢, 进行调试就可以, 其实呢, 因为我的屏幕放大了, 所以看起来可能不是特别好看, 如果你缩小成正常的比例, 你可以看到, 它的显示其实是非常的漂亮, 那这些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了如何使用Aunt Design来做一个简单的TodoList的布局, 实际上Aunt Design这个工具在开发一些后台管理系统的时候用的非常的多, 你可以用它迅速的开发出一个很漂亮的后台的页面, 好, 当然呢, 因为我们后面做的项目做的是一个用户端的项目, 所以呢, 我们不会去过多的使用Aunt Design的内容, 如果你对Aunt Design感兴趣, 完全可以自己过来读一下它的文档, 去用一下它的这些组件, 看一下它能实现什么样的页面布局, 这节课就讲这么多,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加油!